近日,北京多家餐饮企业及各大购物中心相继发布通知 餐饮堂时不再查验核酸检测印象证明 北京餐饮、零售等服务消费逐渐回归人们的生活日常 12月24日,记者来到西志门的凯德茂、西旦大跃城 以及位于王附近的APM的多家商场 看到部分餐饮门店出现排队等位情况 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,本周末客流较之前出现明显回升 我们这个礼拜的客流比上一个礼拜要多了很多 而且家庭聚餐的消费群体要多了很多 那从今天来看,王附近步行街的客人明显的有增多 那我们从中午开餐一直到现在的话,上概在120个客人 那叫上周来讲的话,就是这周大概提升的是在40% 为了保证消费者的就餐安全 多家餐饮店相关负责人表示 餐饮门店在防疫、员工健康等方面也并未放松 不仅做到一刻一消毒 还要求员工上岗前坚持沉检 必须体温和抗原均符合条件才可上岗 我们一些防疫措置还在做 你比如说顾客直接接触到的东西 比如我们的围裙、餐桌 我们都是做到一刻一消 像我们的等位区以及这个店内的一些环境 我们会每天消毒一到两次 那我们对于环境上也是做到按时的消毒 那原因方面呢我们也是做到沉解 还有我们的这个配戴网帽、手套、洗手消毒都是比较放心的 以餐饮店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除了经店顾客增多外 一些口味偏重的菜品也受到了不少顾客的欢迎 除了餐饮业态的人气持续回升 零售店铺的客流量也较上周有大幅度提升 今天的今年客流呢是有一个大幅度提升的 然后已经现在目前得有大概600人左右了 比如说上周的时候我们也就50几个人 60几个人的顾客进店 现在已经有10倍的一个增长了 我们是在周四周五的时候开始恢复我们的客流 以昨天的情况来看大概是40%多 今天的话能达到70%了 部分商家表示 客流量的恢复也提振了企业和员工的信心 并对未来的业绩增长充满期待 心情当然都是很激动的 因为我们店也是必店了一周 然后本周末以后就是开始已经恢复一个正常的 就是工作呀生活呀 就是看到这种状态还是 就是非常开心的吧 所有人都已经步入了一个正轨的一个状态 这个顾客来的也比较多了 像顾客看顾客吃的这么开心 其实我们自己内心比顾客也是更开心的 不少顾客告诉记者 今天是近一段时间以来自己第一次出门逛街 早早就列好了购物清单 疫情开始之后这应该是第一次 那这有一两个月了吧 就突然间怎么觉得人这么多了 然后地下那个停车场 刚才都差点找不到位置 对孩子们也都很兴奋 今天听说能开车出来就很兴奋很开心 就是我应该是第一波就是养的吧 然后康复了之后 就还挺期待出来玩的 大概是一个月以来第一次逛街 就很开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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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